大家好,刚才我们介绍了位词逻辑的一些基本概念 我们说我们还要把我们位词逻辑里边引入了一些量词、位词、个体词等等 还引入了位词公式 那么在这里面那一部分我们介绍了位词公式 还介绍了量词的狭域以及自由变远、约束变远这些概念 这是上一次课讲的内容 我们这一次课我们要讲述位词逻辑里边的基本的永词公式 因为我们介绍位词逻辑主要是想利用位词逻辑这个工具来进行 作为一些我们进行数学推理 进行一些推理不一定数学 我们其他进行要处理一些推理 所以要处理推理的话 我们必须要介绍一些永证公式 也就是说要介绍一些推理规则 也就是我们位词逻辑里边的永证式 比如说我们以前讲的命题逻辑 它里边的永证式 或者是叫横本式永证永证式 那些都作为推理规则 在位词逻辑也一样 那么我们也要介绍基本的永证式 把它以后作为我们推理的依据 那么因为我们的位词逻辑 命题逻辑里边我们推理的话 验证那个正不正确 我们甚至就就实际上是看它永证 永证还是成不成立 如果是成立的话 那就是一个推理是正确的 我们验证推理这么正确 我们可以用推理的办法 还可以用真指表方法 列出看看这个是不是永证式 如果是永证式 把它所有的解释列出来 如果是永证式 那么它就是一个正确的推理 那么在我们位词逻辑里边 能不能用真实的办法了 大家请注意 那么位词逻辑里边出现了量词 而且出现了论域 那么如果说是一个量化的断言 也就是有量词的内容的命题了 那么我们出现量词就有论域 那么论域可以随便起权益 所以大家请注意 在位词逻辑里边 我要判的那个推理 是不是正确的 我是不能用真指表的方法了 是不可能用真指表方法 因为它的解释是没有办法穷举的 因为它的个体变缘 可以是论域里边 任何一个个体 那么论域又是无穷多的论域 而且论域里边的变缘也是无穷多 所以我们不可能用真指表 所以我们还只能用 基本的用真实 基本的推理规则 来进行处理那些推理 那么我们今天介绍基本的 为此演算的基本的永真公式 我们来看看 基本的永真公式 有哪一些 然后做一些讲解 做一些讲解 我们先找到我们的 这一节的内容 找到我们第一节的内容 为此演算的基本永真公式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基本永真公式 有哪些 第七节 为此演算的永真公式 我们来看 为此演算 由为此演算公式 更亦可知 大家注意 那么任何一个公式 它是不确定的 我们为此公式 任何一个公式 它是不确定的 就是它的值是不知道的 那么我们命题逻辑里面公式 它的值也不确定 那么不确定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那里边的命题变远 出现了命题变远 它可能为真 也可能为假 也就是说出现了命题变远 那么它的变数 就是命题变远 所以一个命题逻辑里面 命题公式 它也不确定 但对于一个为此逻辑 它的公式也不确定 那么它的不确定 它的因素更多了 可能这个公式里面 有自由变远 有自由变远 什么所谓自由变远 就是不在量子侠运里面 那样的变远 称为自由变远 还可能这公式里边 在位置逻辑里面 它还可以出现命题变远 我们说出现命题函数 它也可以有命题变远 对 有命题变远 还有了位置变远 那位置我也不一定 它指的是 到底指的是哪一个位置 所以位置变远 所以一个位置公式里 它的变数也就是说 这个公式的值不确定的原因 可能有三点 可能这里边有自由个体变远 可能这里边有命题变远 那么命题变远值 可能为真 也可能为假 还有呢位置变远 它可以表示任意的位置 一个位置 那个大写的拉丁字母 可以表示任意的位置了 所以呢 它的 如果这三点都确定了 那么这个公式的值就应该确定 包括这三点 但是大家请注意啊 我们的约束变远 我刚才讲的约束变远 那么什么叫约束变远 也就是出现在量子的 狭域里面的 那个个体变远 就称为约束变远 大家注意 约束变远是不影响公式的值的 也就是不影响公式的确定性 大家请注意啊 这一点一定要理解它 约束变远不影响公式的确定性 那么只有自由个体变远 才影响公式的确定性啊 那么这个学到后边 大家应该能够理解它 再注意啊 因为用量子量化了以后的 那些命题函数啊 就用量子 命题函数 加上量子量化以后 它已经是命题了 不再是命题函数了 就是它具有确定的真假值 再请注意啊 如果说我用确定的个体 用确定的命题变远 用确定的位词 那么我们把它带到我们的自由个体变远里边 命题变远里边 位词变远里边 那么这个公式的值就确定了啊 这样一组确定的个体 确定的命题 确定的位词 就叫做公式 位词公式的一个解释 一个指派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位词公式的解释啊 比我们的命题公式的解释要复杂得多 我们的命题逻辑里边的命题公式解释 只要把每个个体变远 指定一个确定的值 真还是讲那样的一组值啊 就成为它的一个解释 那么位词公式里边的解释 因为它里边可能出现什么呢 可能出现自由变远 所以要指定它的个体 那么这个自由变远到底指的哪个个体 要给它指定一个个体 这里边可能还有命题 要指定命题 真还是假 还要指定这里边还出现位词 还要指定位词 所以呢 只要这三部分确定了 那个公式的值才确定啊 所以这一组织个体 命题以及位词 就叫做位词公式的一个解释 或者说它的一个指派 这样一组个体 确定的个体 确定的命题 确定的位词 才成为一个公式的指派啊 到位词公式里边 那么复杂的多啊 对于解释来说 复杂的多 那么我们现在来定义啊 位词逻辑的永真实是如何定义的啊 如果位词公式 这公式A 在任意的任意上 任意的姿态上 前提是任意的任意 任意任意的任意姿态下 他们都真 那么这个公式A 才称为是永真 或者称为是有效 对于这样 永真实 或者称为他有效 反之 如果都假的话 我们就称为他是永假 如果至少在一个任意上的某个解释下 为真 至少在一个任意上可以满足 那么就称A可满足 对于对于位词逻辑的永真实的定义 那么因为他的出现量子与任意有关 那么我必须要表示 在任意的任意上 任意的解释下 他都为真 那么这个公式呢 才是一个永真实 所以因为这里一看啊 我们很清楚的 它涉及到任意的任意 那么任意 任意是无限多的啊 是无限多的 那么任意里边的个体 也可以是无限个 所以呢 大家注意啊 所以这样来确定一个公式 如果是用验证法 用用那个 把他的解释列出来的这个方法 那么是不可能处理的 因为他的解释是无穷的 你列举不完的 因为他的任意是任意的 所以我们只能 所以啦 我们刚才介绍的 只能是找到 他里边的基本的永真公式 来进行推理 看他 如果我要判断一个公式 是不是永真实 就来进行推理 看他是不是永真实 而不能像我们以前介绍的 可以把他的解释列出来 看他是不是都真 这种方法是不能的 因为 涉及到 因为 原因就是 因为他是在 他的定义是在任意的任意上都真 他才是永真实啊 我们下列来看一下啊 类似演算的 基本永真公式 有哪一些 我们来写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基本的公式 任意X等下于P 那么这个含义是什么呢 这个P大家注意啊 这个P里边是不含有 P是不含自由边缘 X的位置公式 也就是P与X无关 那么既然是无关的话 你给他加上一个全称量化 对任意的XP的为真 那个他与X无关 你加上全称量词 以及存在量词 那么他都含是 等下于P啊 等下于P 也就是他与X无关的话 你怎么去量化 那么他都是无关的 也就是量化与不量化 都是等下的 他与X无关啊 也就是说 不含自由边缘X 不含自由边缘X 就成为他与X无关 那么这是一个问题啊 这样 这是一个基本的边缘 也就是说P的真值 于X无关 所以上述等价是成立的 看一下第二个永珍式 也就是说 基本的等价式 那么这个等价式啊 是非常重要的啊 也就是说 全称量词 与存在量词间 转化的公式 那么有哪些呢 有两个 我们看一下 全称量词和存在量词转化 我们看一下 对任意XPS是 真的否定是什么呢 对任意的X 全者是 任意的XPS是真 他的否定 那么等价于什么呢 如果说 这个值为真 对任意XPS都真 他不是这样的 都真的话 也就表示 存在量的X 使得PS是假 那么存在量的X 使得PS是假 也就是这个描述 存在量的X 是非PS是真 也就是存在量的XPS是假 再注意啊 对任意的XPS是真 不是这样的 对他们否定 也就是存在量的X 比如说PS表示 X爱学习 对任意的XPS 所以表示 对任意的XX都爱学习 全面进行否定 不是这样的 那就表示存在有 肯定有同学 不爱学习 存在量的X PX爱学习 那么非PSX不爱学习 所以跟我们日常的 用到的是一致的 那么从我们形式上来看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这个取飞号 往后面移动 移动到它后面的量子之后 这个取飞是对量子进行否定 现在我把这个取飞号 移到量子的后面去 那么我把取飞号移到 这里任意X 移到这个量子后面去 那么原来的存在量子 就应该变成存在量子 再注意啊 把量子移到 把取飞号移到量子之后 那么原来的全称 就变成存在 你看这个移过去 就用移过去的话 就移到这里来了 那么它的全称量子 正于X变成存在X 反过来看第二个式子 第二个式子 存在XPS是真 不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左边的含义是 存在XPS是真 不是这样的 因为有取飞号就表示 不是这样的 也就是假设我们用PS表示 X爱学习的话 比如说有同学爱学习 有XX爱学习 不是这样的 那就表示所有的X都不爱学习 所以它就等价于 所有的X 任意的X 非PX 不爱学习 X不爱学习 跟我们日常用的是一致的 那么这也是我们的取飞号 也就是说对存在的否定 对存在的否定 那么我们把量也就是说对把量子移到 这个存在量子的后面去 那么原来的存在量子就变成全称量子 变成全称量子 那么它具体的逻辑含义是很清楚 对存在的否定 也就是存在不爱学习 存在非PX 对存在否定 对存在否定 那就是所有的都非 所有的都非 都不爱学习 那么就这样 这样的含义大家搞清楚 也就是说量子移到 就取飞号移到量子之后 应该怎么移 就是把存在量子又变成存在量子 存在量子又变成存在量子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存在量子和存在量子 这两个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也就是说 实际上如果说我定义一个逻辑 位置逻辑一边 我只要一个量子也就够了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存在量子 可以用存在量子来表达 只不过形式要有一个非 取飞号 那么存在量子 也可以用存在量子来表达 就这两个都可以相互来表达的 所以说量子实际定一个也可以 但是为了简化 所以我们定了两个量子 存在量子和存在量子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 基本的很等式 或者说基本的永存式 那么这个基本永存式 就爆换什么了 它的含义是 对量子狭语 我们可以扩张和收缩 你看这两个很等式 你看现在量子的狭语 左边只有一个PX 那么现在我进行 可以进行扩张 它是等价于PX 扩张Q 大家请注意啊 这个Q也是与X无关的 与X无关 它可能是命题 也可能是位置 但是它是与X无关 也就是说Q里边 不含有自由变缘X 不含自由变缘X2 大家请注意啊 所以呢 你看看我的 只要与Q无关的话 我这个量子就可以进行扩张 人也可以是PX 我可以扩张了 人也可以 PX扩张Q 它的狭语 可是是它 那么当然也可以进行收缩了 既然这个Q以X无关 我就把它带进去 就可以把它变成人也也是 PX扩张Q 第二个也同样的含义啊 因为Q有X无关的话 那么我就加上一个量化 把它狭语 把Q加到狭语里面去 那么它还是有X无关啊 如果以后我们可以 从另一个角度来证明啊 如果Q为 在这里 如果Q为T的话 那么左边为T 如果Q为T的话 对任意的X 这一部分 它都是为T 所以他们是等的 如果Q为F的话 那么它的直取结于 任意是PX 如果在这右边 也是Q为F的话 它的直取结于PX 如果PX都真 那么它就是为真 所以它是 含义是一致的啊 也就是说 选量子侠语 可以扩张 可以收缩 但是扩张和收缩 都一定要 要那个Q与X无关 也就是Q里面 不含有 自由变运 X 那么这是第三个啊 没有真实 那么我们同样 还有存在啊 存在量子 还可以 就这里边 关于量子侠语 扩张呢 有这样四个方式 那么这个呢 同学应该 比较容易理解它啊 比较容易理解 但是这里特别注意 我说了 这里的不管是 存在还是 全程是 或还是起 这个Q呢 都要不含 自由变运 X 也不含 自由变运 X 也就是说Q的值 与X无关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用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小心啊 量子侠语 可以扩张 我们看 再看还有一些 基本的 有真公式 也就是说 基本的横等式 我们说量子 还可以进行分配 量子到分配形式 我们看一下 ZX 对任意的X IX 且变X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量子啊 它的侠语是这一部分 这是且啊 这是何取式 那么我们可以 对它进行分配 那么分配的 把它进行展开 也就是说 对展开的任意X IX 且任意X BX 它们是一致的 那么为什么呢 假如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 我们来看一下 从它的直的角度来看啊 直的角度来看 假设 这左边的直为真 也就是对任意的X IX 且BX是真 假设左边为真 那么就对任何一个X来说 IX 且BX是真 那么任意X来说 IX 且BX是真 也就是对任意的X IX要为真 BX也要为真 他才为真 那么任意X IX为真 且BX为真 也就是任意X IX为真 任意X BX也为真 也就是他也为真 那么他就为真 那左边为真 你右边就为真 如果说 这边为假的话 这边为假 那么比如说 这边为假的 就表示可能他为假 可能他为假 也可能他为假 可能 可能他为假 当然这里也可以 为真也可以 如果说他为假的话 就是表示 存在一些X 至少存在一个X IX是假 那么存在一个X X是假的话 那么X且BX也为假 那么存在那样的X来说 X且BX为假 那么他为假的话 用全身量子量化 去给他约束的话 那么他也为假 所以呢 这左右都是等价的 也就是说 我对量 全身量子 可以在且上进行展开 展开是等价的 我们看第二个式子 存在量子 我们可以看一下 存在量子 我们也是可以 我们看 实际上这个形式也是 这就表示 存在量子 可以在或上进行展开 在或上进行展开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含义 理解一下 假设 左边为真的话 这左边的为真 也就是说 存在一个确定的 X 存在量的 假设是AX 假设左边为真的话 那么 AX0或上 BX0 就应该为真 应该为真 应该为真 那么或者是 可能是他为真 那么也有可能 他为真 假设是他为真的话 那么假设他为真的话 也就是存在X0 AX0是真 假设他为真的话 那么这个就应该为真 对不对 那么这个为真 也就是说 左边为真的话 那么右边就为真了 假设这一口 BX为真的话 那么假设是BX 这一下差多了 刚才表示是这个 假设BX0为真的话 那么 那么存在X0 BX0也就为真了 那么他为真 那么他为真也就是 如果左边为真 那么右边也为真 那么反过来 如果他左边为假 那么右边为假 左边也一定为假 为什么呢 那么这是一个习曲式 那么为假的话 就必须有两个都为假 必须有两个都为假 他都为假 那么存在X0 AX0为假 存在X0 BX0为假 表示的含义是什么呢 对所谓的X来说 X0为假 那么再存在X0 BX0为假 对所谓的X0来说 X0为假的话 那么这里呢 既然他为假的话 那么AX0 或上BX0 也是为假的话 也就为假 都为假 因为他对所谓的X0来说 他都为假 那么对AS0来说 BX0 对所谓的都为假 那么这一个呢 当然用存在量子去量化 那么他都为假 也一说存在为真 那是不可能 所以也是为假 所以这一个式子 可以看出来啊 其实从逻辑角度 大家一定要去理解它 它的含义 那么你也可以 从它的真价值 来进行判断啊 也就是说 我们把它归纳起来 就这里说明 存在量子 可以在写上进行展开 存在量子 可以在祸上进行展开 我们看下面的 第三个 第四个 我们看一下 那么如果存在量子 在祸上 看能不能展开了 大家请注意啊 注意这里是一个隕含 那么它可以 把它展开以后 它是隕含它 但反过来 这不是展开啊 这是 ZX AX 或上 ZX BX 隕含 ZX AX 或上 BX 那么这个存在量子 在且上 那么它 它也是一个隕含 这是展开以后 它是隕含它 看它的公式的形式啊 那么 看看它的形式 我们来看看 看看为什么 这是隕含的啊 这个隕含 那含义 假设左边为真 那么右边就为真 那么这个 看看我们可以 远含是不是成立 假设左边为真 可能这个为真 也可能这个为真 假设这个为真 也就对任意的 XX都为真 既然对任意的 XX都为真 那么对任意的 XX或BX 它肯定为真了 它为真的话 它们或者肯定为真了 对任意的都为真 所以这个也为真 你加上量子 全身量子量的话 对任意的 它都为真 所以它是为真了 所以它是隕含的 就是左边为真 那么右边为真 等价的 如果它为真的话 那么这个也为真 那么而且对任意的 也是等为真 所以它是隕含 是成立的 隕含是成立的 那么为什么不是等价了 为什么不是等价了 也就是说 这个为真 它不能保证 它的前见 也是为真了 我们看一下 下面的一个例子 看一下例子 同样这个也是啊 那么它是 这个为真 它不能保证 它为真 我们来看下面例子 来看一下 这个链接 没做好 链接 效果 我们继续往下看 一会儿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它的例子 量子对 本质和语含的处理 量子对 本质和语含处理 那么这个乘在X 如果AX 则BX 它是等价于 这是 NX AX 则 乘在X BX 那么这个是怎么成立的 大家注意啊 这个是怎么 为什么是成立 这就是根据前面的 那么我们说 左边 它是等价于 乘在X 如果AX 则BX 那么这个公式 如果AX则BX 我们把它的 所以一个 隐含词 确调 应该是 我们根据前面 命题逻辑里边 基本的永真式 大家注意 在位词逻辑里边 也是成立的 我们说 如果我们位词逻辑里边 有这个式子 如果P折扣 它是等价于 等价于什么呢 非P或克 等价于非P或克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式子 在位词逻辑里边 也是成立 所以 如果AX 则BX 等价于非 AX 或上BX 所以左边是等价于它 那么这个东西呢 它是等价于什么呢 那么我们现在 把量词移到前面来 把量词 移到存在量词前面来 那就原来的 把这个取非号移到 那个存在S前面来 就变成非 那么这个移到前面来 这个取非号移到前面来 也就是说量词移到后面来 那么这个原来 存在量词 所以变成全身量词 就是我们刚才 上面第二一个 存在量词和全身量词 关于转化的问题 那么就变成它 存在X 任意的 AX 我们说 这个刚才讲了 存在量词 可以在或上进行展开 所以还有 或存在X PX 看了好 那么这个式子等待什么呢 非的它或上它 实际上它是等价于 如果 ZX AX 则 存在X BX 那么还是 这个基本等价式的应用 还是基本等价式应用 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是等价于它的 再去 我们现在看一下 把这里详细的列出来 详细列出来 怎么可以一个证明 也就是我刚才的一个证明 那么这个证明呢 就用到了 用到了 我们的命题逻辑 基本有真实 如果P则科 本价于非P或上科 本价于非P或科 因为我把这个量词 把这个隐含词 消掉 就变成了它 那么再把这个存在量词 对于这个或进行展开 就变成了它 进行展开 存在X 非PX 或上存在X BX 那么展开 然后再反用那个 如果P则科 本价于非P或科 所以它本价于它 把这个或用隐含词来表达 把取非P号移到前面 就变成了它 变成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呢 对于等值词 等值词也可以做类似的处理 存在量词可以在 隐含 这样一展开 但是展开以后 那前面的 前借呢 就用那个 全称量词那样花了 展开 那么右边的还是不变 所以对于前借呢 就变成了全称量词 而不是存在量词了 看得清楚 这就是关于对运含词的处理 整量词的分配形式 要特别小心 那么对于它是运含 全称量词在火上 在货上展开是运含 存在量词在且上展开是运含 那么全称量词在且上是等价 存在量词在货上是等价 大家要从逻辑角度的去理解它们 否则的话就是记是记不住的 要去理解它们 那么运含数学也是一门数学 那么重点呢 在于理解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例子 给大家一个例子 你看 我们的全称量词 在货上展开 它是不成立的 它是运含 它是不成立的 如果运含成立的话 刚才就是等价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为什么不成立 我们来证明 举一个例子出来 ZX AS为真 ZX如果AS 而AS或上BS 如果它为真的话 我们看右边是不是也为真呢 如果右边也为真 那么它就运含成立了 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 假设 AS表示 X是极数 如果用BS表示 X是极数 我的另一呢 是正整数 这是偶数 表示X是极数 那么左边的含义就是 既然X表示X是极数 BS表示X是偶数的话 那么左边含义就是 对任何的X来说 如果X是 不对啊 说错了 对任何的X来说 X是极数 或者X是偶数 对正整数来说 那么这显然是为真的 要不就是极数 要不就为偶数 或者是极数 或者是偶数 那么对于右边来说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含义啊 X表示 X是极数 BS表示 X是偶数 那么任意 我们看它的值为什么 那么这个的含义应该是 A是表示 A是极数 任何含义 对任何的X A是极数 简单 这是假的 我们再看它的含义 对任何的X BX 那么它的含义是 对任何的X X都是偶数 在正整数里边 这显然也是为假的 所以给IXBS这种解释 那么它左边为真 但右边为假 所以这个隐含是不成立的啊 所以这种隐含是 是不成立的 请注意啊 所以它们不等假 也就是说 全车量词在货上展开 它们俩展开以后 不是等假的 所以注意啊 同样 对于成车量词 在且上展开 我们看 这个隐含是成不成立的 这个隐含 隐含是成不成立 我们就看 左边假设 左边为真 我们看右边 是不是也一定为真呢 如果右边是F 那么它就不成立 那么它这个就不成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一定为F2 假设我的任意 是大于2的自然数 我的任意可以随意取啊 大于2 我现在取的 大于2的自然数 那么就3456等等 那么我用IX表示 X是 是什么 数数 用BX表示 X是数 那么我们的左边的含义 乘责X AX表示 而有量的X AX是数数 很显然 大于2的自然数 那有很多啊 那是数数 3啊5啊 3啊7啊 11啊等等 所以它为真 乘责X DX DX表示AX是好数 很显然 大于2的 有很多好数 所以它为真 它也为真 也就是左边为真 我们看右边 是不是为真呢 右边的含义 是什么呢 我们右边的含义 存在X 且它的狭域 这个括号 狭域这个括号 存在X IX 且BX IX表示AX是数数 BX表示AX是数数 存在X X是数数 并且X是数数 那么在大于2的 这数里边 是不存在的 很显然 根据我们的数数的经验 我们知道 那么大于2的 有数肯定都能被2 整出 肯定不是数数 所以呢 不存在量的X 它既是偶数 又是数数 所以它就直为假 那么在这段解释下 左边的为真 右边的为假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语 还不成立 所以语 还不成立 所以说存在量词啊 我们在且上展开 它不一定是等价的 当然特别注意 不能随意展开啊 同样刚才说明 全称量词在货上展开啊 不一定是等价的 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啊 量词的展开 在且在货 它是有区别的 那么全称量词 可以在且上展开 它是等价 全称量词 可以在货上展开 它是等价 但是反过来 全称量词在货上 是不能随意展开 全称量词在货上 也不能随意展开啊 那么它们反 它是有含塔的 反过来 它就不遗憾它 那么大家在进行推理的时候 也特别小心 那么这个呢 还是很容易 你给通过这两个例子 大家也可以看出来了啊 很容易看出来 那么还有 基本的有真格式 还要继续有下看 我们刚才讲的都是 还有一个量词的 如果说一个位词 是一些二元位词啊 二元位词 甚至三元位词 甚至四元位词 那么就可以量化 可以两个量词量化 三个量词量化 四个量词量化 也就还有多个量词的 那有真实 那么通常我们见得最多的呢 是二元啊 最多含有两个量词的形式 我们看还有两个量词的形式 它们的有真实有哪一些 我们看一下还有两个词 任意X任意的Y PXY 那么很显然 对任意的X任意的Y来说 PX是真 那么左边含义 这个含义啊 对任意的X来说 任意的X任意的Y PXY为真 那么反过来说 对任意的Y 对任意的X PX是真 显然它们俩是等价的 很等价的含义 非常清楚 我们再来看 这也是乘在X是乘在Y PXY 那么反过来乘在Y 乘在S PXY 有那样的S 有那样的Y PXY的Z 有那样的Y 有那样的S 他们说法 说法上是等价的 这个非常好理解 也就是说 如果说它的量词是一样的 都是前退量词 那么那个量词呢 位置可以交换 它的次序是可以交换的 对于乘在量词 它们都是乘在量词 那么它们也可以进行交换 也就是它们的排列的次序 是无所谓的 是可以随意换的 但是第二点 我们要说明 说明什么呢 最后一个式子 从这个式子看 从这个式子看 然后把原来的插掉 影响 从这个式子来看 承载完任意是PSY 运含任意是承载完PSY 比如说这个量词 一个是承载 一个是任意 一个是任意 他们两个不太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交换的时候 就特别要小心排列 它的值与排列的次序 是有关系的 是有关系 它是隐含它 但是 但是个隐含符号 不是等价 那么如果说右边为真 就不能保证 左边也为真了 如果左边为真 右边为真 如果右边为真 不能保证 左边为真 左边可能为真 也可能为假 大家请注意 那么这个介绍这个事情 大家还要理解 我要给大家理解 是什么呢 承载Y 任意XPXY 它的含义实际上 是这样一个含义 大家可以这样来理解 那么它的含义是什么呢 承载Y 对任意的XPXY 实际上是这个含义 我们虽然这样写的话 实际上呢 它是 这里是个承载的符号 这里是承载的符号 承载Y 对任意的X 任意的XPXY 它表示这个含义 大家请注意 请注意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语含 那么第二个式子 说明 全称 任意XZY 任意XPXY 当然也隐含 承载Y 就是任意XPXY 也就是说全称是隐含承载的 全称隐含承载 第一个式子 是不能远含承载的 我们来看一下 立体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链接又不成功 只要往后面看 后面翻 我们来翻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数分以为十数级R PXY呢 我给它一个定义 它表示 X加Y 等于0 那么 则 任意X 乘在YPXY 为真 为什么 对任何的X 都存在 它的含义是 对任何的X 都存在 相应的YPXY 为真 但是它是不是呢 那么 从这个式子 对任何的X 来说 都存在相应的Y 当然存在了 我Y取上 负X 就可以了 这是很显然 是存在的 对任何X 来说 都存在相应的Y X加Y 等于0 显然它为真的 大家 一定要理解 多个量子的含义 对任何的X 都存在 相应的Y 是X加Y等于0 那么对于 这个式子 乘在Y 任意XPXY 是为什么呢 它的含义是什么呢 那么也就是说 乘在那样的Y 乘在那样的Y 对任何X来说 S加Y 都等于0 我们看 全部乘在那样的Y 对任何X来说 这个Y是确定的 是不是存在那样的Y0 对任何的X 去加它 都等于0 那么这是显然 是没有的 对不对 对任何的 是不是存在那样的Y0 X 对任何的X S可变 相应的Y0 都等于0 那么这是不存在的 就是不存在的 所以 它的指挥甲 它的指挥甲 也就是说 它为真的时候 在这种同样的解释下 它为假 所以 它是不隐含它 这个东西是不成立的 所以它不隐含它 大家请注意 所以 因为它为真 左边为真 而右边为假 所以它隐含它 不成立 也就是说 我们在对两个量子 来交换的次序的时候 两个量子不一样的时候 那么交换时候 特别小心 要一定要去理解 它的具体的含义 理解它的含义 这讲了 这基本的永真事 那么呢 还要介绍一个代入规则 所谓代入规则 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用一个 我们原来 假设 为了 我们 我们介绍这些基本的永真事 那么是不是这些永真事 就已经能够解决任意的问题了呢 这永真事 基本的这种形式呢 那注意啊 我们还要扩大永真事 我们要用代入规则 还有呢 与命题逻辑里面 类似的替换规则 什么叫代入规则啊 也就是在公式当中 任一个N元的位置 F 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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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N元位置 它还有N个个体变缘 如果我都带着 带一个至少有N个个体变缘的公式 也就是说 我把它的原子位置 用公式去带换 带了以后呢 大家注意啊 带了以后呢 它原来是等价的 带了以后 它还是等价的 也就是我们 比如说 我这样说的话 对于命题逻辑里面 那些基本永真公式 那么那里面 命题逻辑里面 那些永真公式 那些基本永真公式 那里的T啊 K啊 R啊 都是命题变缘 来注意啊 都表示命题变缘 那么我现在可以用未词的公式 去带换那些命题变缘 带了以后 那公式还是等价 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些基本的 还有量词的那些公式啊 是基本永真公式 那我对于命题 其实我们前面的命题逻辑里面 那些基本的 很等于基本永真原还是 它也在未词逻辑里面 也是成立的 甚至我可以任何一个公式去带换它 带了以后了 它还是永真式啊 所以永真式就非常多了 比如说我们的 命题逻辑里面 用的非常多了 这一个很等式 或者叫永真式 我现在把里面的P啊 K啊 或者是P PK 我用一些命题公式 为此公式去带换 我用ZXPS去带换这里面的P 我用SX去带换K 那么带换以后 也就是说把P换成ZXPS 这里的P也换 这里的KOLA同时也换掉 那么换掉得到的式子 就是什么了 左边就换掉是他 那么右边换掉是他 我们的代入规则 也就是说 他原来是等价的 你带了以后 这个东西还是等价的 他还是成立的 那么这样一看 我们的永真式就非常多了 原来的命题逻辑里边 他那些变缘 我用任何一个公式去带换 他还是永真式带换啊 所以说前面的位置逻辑里边 是在这里边还是成立的啊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代入规则啊 这是我们的代入规则 那么我们的代入 在命题逻辑里边 代入是用命题公式 去带换命题变缘 在这里呢 是用位置公式去带换 那里边命题变缘 他们还是等价的 所以这跟我们原来是 差不多是一致的啊 那么在位置逻辑里 我们在命题逻辑里面 有替换规则 也就是说我对一个公式里边的子公式 把这个子公式换成另外一个 与这个子公式等价的公式 换了以后呢 这个公式原来公式是等价的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对一个公式进行等价变换 那么在这里也是这样啊 我们在位置逻辑里边也要替换规则 也就也可以对他子公式 去把它与他等价的给换掉 那么换起来以后原根损定 也就是说也可以对位置逻辑里进行等价变换啊 进行等价变换啊 那么大家注意啊 就讲到这一点 我们要注意啊 对于永真士的证明呢 我们就进行来推进行推理 进行推理 用基本的永真士进行推理 对于非永真士 如果是我要证明 要你证明那公式 我们要去证明那公式不是永真士 那么我们只需要去出一个反例出来 取定一个论域取定的位置的解释 这个解释的这个公式的这个解释 只为假 那么我就肯定他不是一个永真士 我就证明了他不是永真士 那么证明方法 也指定 也就是说指定给他指定一个指派 给他一个指派 他为假 那么他就不是永真士 所以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掌握什么呢 基本的永真公式 会利用代入规则 为什么要用代入规则呢 因为我们的基本永真士 那些边缘 那些命题 以及这些位置 都可以用其他公式去带进去以后 他还是等价的 也就是说不光指指那一点 基本的永真士 对 而且还会对公式进行等价变化 利用替换规则进行等价变化 这也是在命题逻辑里边要求到的 这是因为我进行等价变化 进行变化 这是利用推理 我要记住这基本的永真士 要进行推理的 根据基本的永真士 等价变化 听完规则 这都是推理的根据 是大家注意 那么这一节课介绍这里 啊 应该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